凤凰公主 我的魂魄在你们身后的盒子里面 是谁用吸魂大法 把凤凰的魂魄吸了出来 别说这么多了 赶紧把我放出来啊 万代 绝对头上拿尖脏开索 是 公主 After billings bicycles 一定是刚才救山神的时候 所好的经历 现在龙血也没了 这可怎么办 不管怎么样 也要先把石庸明处定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没事吧 我没受洗喝 快不行 那怎么办 我扶你下山 不行 我要先去找石庸明杀了他 你看你现在的身体 别说石庸明 连我都打不败 能帮我个忙吗 什么忙 把灵魂暂时借给我 不行 你放心 我不会霸占你的灵魂 我也霸占不了 我只是暂时与你合体 等打败石庸明和魔印 我会还给你 是不是就像变形金刚里的大力神啊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总之 请你帮我这个忙 好 反正我是你的转世 本来就是一个人嘛 多谢 我们现在要去 我们要去 把门前的灵魂 大力神 把门前的灵魂 把门前的灵魂 让你帮你 把门前的灵魂 我的身体怎么办啊 你放心 我会安置好你身体的 公主 公主你没事吧 是你救了我 巫女牧连参见公主 不必多礼 你是 在下龙族无道参见公主 公主 是谁把你关在盒子里 是石游明那家伙 我不会放过他的 你乃天帝之女 怎么会中了石游明的暗算 是摩阴他骗了我 如今守山四神已经死了三个 都是我的错 石游明想利用守山四神 杀了我们 他坐受渔翁之力 可是我元神囚禁了太久 一时恢复不了功力啊 公主 你能否撤去天山周围的仙器 让问天和无道能够行走自如 我们大家联手 一起对付石游明 夺回天山 好 我可以撤去天山的仙器 无道 你背我回凤凰宫 我在路上尽快恢复宫里 好 你说那个封神可不可切 听说我和问天杀了他的三个兄妹 那氧气欲火会爆炸是常识吗 火神一身受火 非要抢我的氧气筒 自己把自己炸死了 关我们什么事啊 你知道吗 那个氧气筒可贵了 你讲了一路 不累吗 说话有什么累的 你们那个时代 女孩子都像你这么能说吗 她哪有我这么好的口才啊 我是全校的辩论亚军 是你 湖姬见过仙月大祭司 你还敢来 找死啊 你是仙月还是丁瑶啊 又是仙月又是丁瑶 不行啊 你们合体了 你阻我去路想干什么 湖姬是特意来告诉大祭司 魔鹰和石游明 正在凤凰神殿等您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他们以疫代劳 让我引您上山 大祭司 凤凰神殿 已经布下了很多陷阱 您千万要小心啊 你有那么好心 仙月别信他的话 我说的可都是真的 反正我都是要杀石游明 既然他已经在凤凰宫等我 带路吧 大祭司 魔鹰已经练完九贤魔琴 那魔琴是用九九八十一块腰骨所练成 周深怨气霸气非常 你可要小心哪 活姬告辞了 周深怨气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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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